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又来到法律之多的环节 今天到我黄律师 继续和大家讲一些法律的新闻 本身想和大家讲一个新的服务 就是安老按揭 或者叫逆按揭的东西 但是讲之前 我们今天想花点时间 再讲这个外容居港权的问题 如果有看我们的节目 都知道我在上一集 我的主持都已经讲过 外容居港权这件事 本身大家都知道 因为这个官司还在打 没有法庭的裁决 其实不适宜就这个官司讲太多 但是我见到近期 有些政党依然 我不知道是不是所谓的抽水 继续将这个议题 不断咬住不放 我可以叫做煽动香港人 就说如果官司输了 就会有很多外容 就自动取得居港权 就会令到香港的社会减减 这些的说法 我上次都讲过了 这些政党 一些建制派 简直就是危言耸听 而为什么我要再抽时间讲呢 因为近期甚至有政党 就出一些公开信 就说 直接指明 如果有关这个官司的律师 因为都是有政党背景 如果一个官司赢了又怎么办呢 言下知事意好像说 这个官司如果赢了就很大问题 这个是令人担心的 发出有关信的政党 他的主席本身都是执业律师 他应该知道首先就是 有关案件所有的律师大律师 我们都有一个英文所谓 fearless advocacy 应该所有的律师大律师都好 代表有关的当事人 是应该无据无畏地在法律面前 在法庭面前 争取客人的权益 那特别呢 我相信有关的政党应该都知道 就是大律师 香港大律师有一个所谓 英文叫做cap rank rule的东西 简单来说 大律师是不能拒绝一些案件 不能够说我不喜欢有关的人士 不喜欢有关的客户 就不接他的案件的 情形就好像你搭的士 的士司机不能够因为 看你不顺眼 或者嫌路程太短 而他再不接一些的人 同一道理 大律师接案件 亦都是不能够选客的 理念就是因为 确保所有的人士 包括弱势社群 包括外傭也好 都能够找到律师去代表 这个所谓cap rank rule 就由来已久的了 所以其实来说 就绝对 我觉得 有关政党发一个公开信 就说 假若在官司中的大律师 胜数怎么办呢 这个我觉得 完全是影响中 香港的司法独立 甚至乎律师公会 也都已经说了 其实有关人士 应该要小心处理的 免得被人觉得 是有藐视法庭 所以我真的觉得 有关政党标榜的 代表工商界的主席 还要是执业律师 竟然出了这样的公开信 在报纸 是令人震惊和失望的 但是说回 都再补充一点 关于这个居港权的问题 其实呢 为什么我不断 在上次都讲过 其实就算 先不评论这个官司 本身的理据 就算这个官司 有关的外傭 是赢了也好 都不代表 外傭自动是会有居港权 就算官司赢了 外傭极其量 只可以说它是有权申请居港 但是不代表它自动 已经有这个居港权 为什么呢 再跟大家玩一下书 大家都记得 我在上集都讲过了 在这个香港的基本法 已经讲得很清楚 就算是非中国籍的外籍人士 它是居住满七年 有这个有效的签证 入境签证也好 它还有第三个条件 是需要证明在香港 已经是当了香港是它的永久居所 而就这一点 容许我今天再做多一点点的补充 其实这个怎么去确定 一个外籍或者非中国的人士 是有权拿到这个永久居民的身份 而是证明到它是 是当了香港是一个永久的居所 其实在这个入境条例 这个附表一 就列了四大关卡 这个四大关卡是什么呢 不如在这里跟大家讲一下 根据这个附表一 入境条例就说明了 任何人士如果属下列这一项 都可以成为香港行政区的永久居民 当中一项就是现在的人说的 非中国籍的人士 如果它是持有有效的旅行签证入境 而通常居住香港连续七年或以上 并以香港为永久居住地的 非中国籍人士就是会视为永久居民 而就这一条而言 怎样会为之它究竟是当了香港为永久居住地 它容许入境署处长是考虑四样东西 比如说它是不是当了香港 是有一个幻常的居所呢 它的家庭主要成员 比如配偶呀 子女呀 是不是已经在香港呢 第三 它有没有一个合理的收入 以维持它和家人的生活 第四就是有没有按照法律交税 另外来说呢 就算它是符合这些条件 最终都必须要经济入境署长批准了 它才会有关人士 得到这个所谓永久的居民身份 即是说呢 再回应上集我所讲了 在这个外傭官司 只是解决了之前我讲 究竟外傭在香港居住期间 会不会当是通常居住 如果它过七年 是不是应该都当它是属于 在香港连续居住七年的问题 是并没有处理到 即是说有没有当香港是永久居住地 那样东西都要跟着 刚才我讲的四大关卡 即是有没有交税 香港有没有通常的居所 它的家人住在哪里 是不是住在香港 有没有合理的收入 而这四大关卡 我敢说 一般的外傭 根本是很难符合得到的 你想想一个外傭 它很多时候赤身来香港 赚过三四千元的人工 家人 老婆 子女 都在了祖家 它试问 怎可能符合这四大关卡 所以为什么上一集都已经讲过 其实就算外傭 它这个官司所谓赢了 都几乎是很难去坐 拿到这个所谓永久居民的身份 所以一些政党不断地说 官司赢了 就会有很多外傭来香港 会有这个居港权 绝对是误道 绝对是危言耸听 但是也有这些政党就说 不是 特别是 我们的前入境署长 叶刘淑仪 直接在新闻说 往时入境署 就应用这所谓四大条件 四大关卡就很宽松的 要那些申请人填个表格 确认就可以了 所以其实来说 这四大关卡没什么用 我就想问叶柳 如果是这样说 那这四大关卡写来做什么呢 写入境条例这四大关卡 岂不是形同虚切 再者来说 如果入境署长真的这么宽松 当这四大关卡是没有到的 似乎问题失责的应该是入境署长 并不是这个外容 或者帮他的人士 再者来说 很多的政党捉住说 入境署长是可以根据 这四大条件去审批 就可以不理的 所以说到这四大关卡 就是可有可无什么制 但其实我是这样看 为什么在法例上 写明入境署长 是可以以这四大关卡做考虑呢 原因是给一点点的 着情权 灵活性 入境署长 所以知道 一个地方或者一个国家 他的移民入境政策 一定需要灵活 因应当时的情形去处理的 我认为 比如举个例 如果有一个外籍的人士 他是一个天才来的 对香港是很有社会贡献的 但是可能他未必符合得 这四大关卡 但是如果这个条例写得硬帮帮 他必须要跟足才可以让他入境 所以我们可能白白不能够接受 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士 所以来说 入境署长某程度 是需要一些着情权 灵活性 容许一些 比如是合资格 是香港需要的人才 但是未必合乎这四大关卡的人士 都可以有一个灵活性 申请给他们入境 所以才用这个可以这个字 反过来 如果有些人士 入境署长认为 他对社会没有什么贡献 那可能他相应的门槛就要高了 可能就要求他真的 满足了这四大关卡 才让他入境 这个就是 为什么法例用可以这个字 意思就是 容许给入境署的署长 有一个灵活性 而事实上 入境究竟应入 还是要拒绝他入境 这个某程度都是一个行政决定 取决于政府的入境政策 法律是很难 将这些东西写得硬斑斑的 但是一些 反对这单外容的人士 或者政党 就将这个意思就曲解了 就说因为他可以 所以就代表法例很宽松 形同虚切 这个说法我绝不同意 希望说到这里 真是有些政党 真是认清事实 就不要乘机抽水了 好 希望今天真是可以 完成了这个 所谓外容居港的条例 讲下其他一些 对你对我们都 社会息息相关的议题 就是这个安劳案揭 如果大家看过新闻 都有留意 香港就刚刚推出了 这个所谓安劳案揭 这个安劳案揭 就是根据香港案揭证券有限公司 而推出的一个服务 究竟是什么来的呢 其实正确点说 这个安劳案揭 又可以叫做逆案揭 其实先讲一下 什么叫正常的案揭 如果大家是买个楼 所谓做个案揭 上个会的都知道了 很多时候我们买楼 就没有能力一次过 给一笔现金 整层楼买断的 通常都要问银行借钱 问银行借钱来说 那长楼其实就是 抵押了给银行 而银行一笔过借 可能借二百万给你 那来说你每个月可能 就是还一万万 这样逐个月还给他 直到还清这笔钱为止 那当然其中呢 也都要付利息给银行 那可能港银还的年期是十年 甚至乎二十年 还还下 如果你是脱期 供不到的 银行就有权收楼 即是俗称所谓的银主盘 那而逆案揭 或者安劳案揭 就反转 反转的意思就是 有关的业主一般都是老人家 那他会将本身已经有的楼 已经是可能早几年前 早十几年前买落 供断了的物业 都是抵押给银行 但是银行呢 就并非一次过批一笔贷款 给有关的业主 而是每个月呢 好像发放一个津贴年金 那样逐个月逐个月 借一笔钱给有关的业主 或者老人家 可能是三千 可能四千元 那这个年期呢 有限的可能是十年二十年 或者是终身去到有关的老人家 八年归老为止 那这笔钱每个月 发放一些 每个月发放一些 变相有关的业主 或者老人家 就每个月 借的款額就越来越多了 去到如果他真是 比如八年归老呢 银行 就会要求有关的业主的后人 或者他那个遗产的继承人呢 要么就一次个还清这一笔 之前这么多个月发放的 给老人家的津贴 如果是不能够一次个清负的 银行就有权 将之前那位老人家抵押的物业 就是变卖去抵上 这个之前发放的按揭金 这个就是所谓安老按揭的概念 而这个安老按揭的目的呢 其实就是帮一些老人家 他们可能退了休之后 没有工作能力 没有收入 但是你知道了 现在香港来说 人均的年龄 岁数越来越长 很多老人家都希望 在安老期间 都可以有些洗费 有些收入 减轻家人或者子女的负担 所以就有这个所谓 安老按揭的服务 而这个安老按揭 刚才我说了 所谓给钱 给这笔按揭金的年期 根据按揭证券公司的建议 它现在说 要是十年 十五年 或者是二十年 又或者是终生 即是说给到百年龟老为止 那通常就每个月 每个月这样给的 但是有条件的 并非人人都有层楼在手 就可以申请这个所谓 易按揭或者安老按揭的 有什么的条件呢 首先必须要是六十岁或者以上 持有有效的香港身份证 另外来讲 本身就没有申请了破产 或者是债务重组 什么叫债务重组呢 都讲了一点 其实我相信 这里讲的 它没有讲得很清楚 但我相信是指 在破产条例之下 就是和债权人 达成一些还款协议 这个意思 也当然需要将有关的物业 去按揭给银行 做个抵押品 如果那个是单名 一个人的物业 那当然来讲 那个人是持有的物业 如果两个人又怎样呢 那就要留意了 两个人来讲 通常就是一些所谓 长命契的物业 才可以做到这个安劳按揭 那什么叫长命契呢 长命契简单来讲 就是说 A和B 长命契拥有一层楼 若然A八年归老先 B就自动拥有 整层楼的业权 这个就为之长命契 英文叫Joint Tenants 另外来讲 亦都需要有关人士 是抵押这个物业 是它的主要居所 并没有放租出去的 还有物业 是五十年楼零以下才行 那如果那层楼 是超过五十年 那怎么办呢 根据案揭公司 所给的指引 就会个别情形 比如看一些验楼报告 才再去考虑 这个安劳案揭呢 这个安劳案揭呢 就刚才讲了 一般就是逐个月逐个月 去发放这个所谓 安劳案揭金的 那这个案揭金呢 其实这个 案揭公司都有个指引 大概有一个计法的 举个例子 如果有关人士是六十岁 他一个人借款 它是分十年借呢 每个月可以发放 大概是三千七元左右 如果它是终生那只 即是给到它八年归老为止 每个月的发放金就两千元 那可以见到 就是如果你 那个安劳案揭金 你是年期短些的 可能发放那个金额 就每个月多些 如果长些的 甚至乎是给到八年归老的 每个月的发放金就会少些 那如果一个人老少少 七十岁又怎样呢 他这里的建议就是 如果是七十岁 单人借款 十年 每个月就是五千一百元 终生制的 每个月就是三千一百元 那如果你比对六十岁 和七十岁的分别 大家也会见到 七十岁呢 每个月发放金额 会高过六十岁的 那这个也是 现在来讲 根据案揭公司给出来的资料 每个月的今晚就是这样计的 那你可能会问 那如果我 比如我借十年二十年 突然间有一个时间 是想要用一百大笔钱 有没有灵活性 是容许有关人士 是一次过去借一笔钱呢 原来是有的 根据这个案揭公司的资料 有些情形之下 有关的申请人 或者老人家 它是可以选定 提取一笔过的贷款 这些情形包括 就是如果你想一次过 熟了整笔 常还原先的那个安劳案揭 或者是支付有关物业的维修保养 又或者是支付老人家的医疗开支 这个开支 这个医疗不仅是局限在香港的 如果你在境外的医疗 都可以向这个银行要求 支付一笔过的金额 去支付这些开销 当然支付了之后 你变相剩下 可以借出每个月的安劳案揭金 金额可能又会少些了 那来说呢 在这个安劳案揭 其实都有个程序 申请有个程序 那这个程序会是怎样呢 首先其实有关的人士 需要去银行那里作一个申请 那它申请了 银行就会发放一个两份的资料 一个的资料就是一个所谓资料簿 就是要求它填寫有关的物业 那个年龄资料 另外就是一个大概的金额 就是那个还款的列表 给有关的人士 接着有一个很特别的环节 就是有关人士 或者业主 需要去接合一些所谓的辅导顾问 去进行一些辅导 那可能你会觉得很奇怪了 辅导些什么呢 申请案揭 原来呢 在这个现在的安劳案揭 其中一个特点就是 为了确保有关人士 因为很多时候都是老人家 怕他们不知道这个安劳案揭 那个法律责任 或者那个后果是会是怎样的呢 所以为了确保他们申请这个安劳案揭之前 知识自己的权利和责任 所以就要求有关人士 必须要去会见这个所谓 就这个安劳案揭的顾问 一些的辅导顾问 进行一个所谓辅导的会面 让这些顾问可以当面 就这个安劳案揭的责任 甚至乎风险 当面解释给那些老人家 让他们明白了 先去进行这个申请 而担当这个辅导顾问的 必须要是执业律师 暂时来讲 一般的社工那些 就不可以做这件事的 就算好像我们这些执业律师 都不是个个人可以做的 其实律师会都有提供一些课程 是给我们去上课 先可以拿到证书 去做这些安劳案揭的辅导顾问 那通常我们做完这些辅导之后 就会发出一个辅导证书 给有关的业主 证明他已经是接受了所谓的辅导了 明白这个安劳案揭的资料 和那个责任了 跟着有关的人士 或者业主 先可以拿着这个辅导证书 去银行 正式申请这个安劳案揭 去申请有关的文件 所以很多时候 如果是要进行这个 安劳案揭的申请 记住就叫大家 如果是有家人想申请 要有关的老人家 记住要去找一个 有这个辅导顾问资格的律师 进行个所谓的安劳案揭的辅导 其实我所知道 我在这个证券公司的网上也看到 其实已经有一个清单 一个资料就是 哪些的律师 现在是可以做这个所谓的辅导顾问 有兴趣的朋友也都可以 上这个网页去看 其实这个辅导证书也都要留意 它原来发出之后 在六个月内就要再 立即就要用的了 就要去有关的银行 申请个安劳案揭 如果不是过期 这个辅导证书就没有效的 而这些辅导 当然你找律师去做律师 都会收钱 其实按揭公司就没有说明 明文规定 这些按揭辅导是会收多少钱 但是其实律师会 大约都有些指引 一般它建议大概五千元左右 就是一个比较合理的法律费用 这些就是安劳案揭一些资料 这个也是一个挺新的服务 其实我相信还要一段时间 那些业主或者老人家 才会接受或者是才会了解 所以我相信譬如政府 或者说是按揭证券公司 如果是有心推这件事 其实都要再做多些宣传才行 因为特别看新闻 有些财务顾问分析都认为 其实如果有关的老人家 他有几层楼在手 其实来说 可能他把那层楼放租 那个回报更大 这个安劳案揭 所以其实究竟这个安劳案揭 有几受欢迎 是否可以真的帮到老人家安劳呢 我想真的要拭目以待了 好了 今天的时间差不多了 在下一集再和大家说 多一些法律的新闻 拜拜